亲爱的宝贝 爸爸妈妈有事情需要出门一趟 要一年以后才能回来 这段时间里 羚羊夫人会带你和你的弟弟 在幼儿园里住宿几天 为了保护你的安全 请在羚羊夫人前来之前 阅读完这张纸条上的规则 规则一 如果你不想去学校学习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 把你喜欢学习的朋友爱她出来 这样羚羊夫人就会去她家 让她代替你学习 相信我 你的朋友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的 规则二 学校里每隔两天 就会进行期末考试 凡是考试不及格的同学 羚羊夫人都会把她送到食堂 相信我 只要你去了 就再也回不来了 规则三 同学们都是素食动物 如果你在学校食堂里 发现了肉食窗口 并发现有人在吃肉的话 简简单单 羊托 请立刻逃离那里 并把事情告诉羚羊夫人 如果你至情不报 只会让她愤怒 你不想被送进食堂的 不管了 羚羊夫人已经来见我们了 希望你能安全地度过这一年